以下又以下的卯足全力夾紧胸肌 接下来二头肌也不能翻过 至于背肌当然也是训练中重要的一环 练出健美的肌肉接着当然就是要比赛 一个简单的pose展现出今年累月锻炼出来的完美肌肉 接着走向台前向底下的裁判和观众尽情地展现训练成果 背肌二头肌全身的肌肉都结实分明 紧张的一刻来临结果当然是 这在一般人眼中不过就是运动健身 然后比赛得价 但对陈伯荣以前来说这是想都没想过的事情 身高187公分的他 那理应从小就是个运动健将 谁知道一次与同学的比碗力游戏 却让他面临了生命中重大的转折 那天晚上在阿球吧 然后跟一个很胖的比 然后我就憋气吧 可能有憋气 然后我隔天在加油站上班的时候 我就觉得喘不过气 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病啊 我只觉得呼吸有点困难 没有多想 比碗力比到喘不过气 到医院检查才发现罹患了气胸 当时紧急插罐才救回一命 每一次开完道都建议我要珍重 珍重 那因为我就是吃很胖然后瘦瘦 我187公分64公斤 然后就是要珍重 然后后面我大哥就建议我说 不如你去健身练装 然后就开始我的珍重之旅 从健身小白开始 每天固定上健身房客服训练 也慢慢练出兴趣 甚至成为教练 去年更拿下IFBB PRO 舰体项目全场总冠军 旁人以为他天赋异禀 但是他一路走来也没想象中顺遂 之前就是有进决赛 但是都是第五第六啊 第四第三 就是每次都是 就是竭尽全力 只是结果都不好 不过比赛就是这样 就是不要放弃 一直能够就好 就不要动心 就没办法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